我的女室友是个身材火辣,大胆开放的性感女人,她总会在租房的公共区域穿着薄纱塑形衣物,毫无顾忌地来回走动,甚至在客厅中穿着一身瑜伽服,跟着手机视频舞动着性感的身体,有时还会刻意告知她要去洗澡,摆弄着身姿,有意无意地暗示我。 在洗浴时,暗戳戳留下一道门缝,我一度怀疑,她是不是混什么字母圈的,故意这般来完成主人的任务,只是她举止怪异,咒服夜出,始终让我内心充满怀疑,这也是我屡屡没在她极力诱惑下交枪的主要原因。 和女友分手之后,另一个房间就一直空着,这里地处繁华地段,我心想空着也是空着,不如租出去每月还能补贴点自己。 租房信息一发出去,每天来看房的人就络绎不绝,只不过我暂时不缺钱,就想好好物色一个有良好习惯的好室友,以至于大多数房客都被我一一拒绝。 但随着租房信息发布,事情却变得奇怪了起来,无论是走在大街上,还是回家走上楼梯前,总觉得身后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,甚至好几次我回头,都隐约看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。 又一次我出了门,没一会儿,那种毛毛的感觉就再次涌上心头,虽说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,但还是很相信人的直觉,想到这里,我赶紧转过街角,进入街角的咖啡店里,二话不说,坐在窗口的位置,静静等待着,看看到底是谁或者什么东西,在暗地里跟踪我。 没一会儿的时间,一个性感游物映入眼帘,他面部白皙,眼带墨镜,跨着个做工时尚的小包,穿着灰色连衣紧身裙,将凹凸有质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,无论前胸还是臀部,都异常圆润,没有一丝瑕疵。 典型的梨形身材,还是万千男性最喜欢的蜜桃臀,特别是走起路来步步生风,像是职业模特一般,很有气质。 我看着他走过来以后,顿下脚步,四处张望着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。 这一举动让我怀疑,是否眼前的女子,就是这段时间一直跟踪我的那个身影。 下一秒,她转过头来与窗边的我形成对视,明明是我在抓贼,可是她目光打过来的一瞬间,我竟然不自信地低下头去,很是心虚,玻璃上的虚影告诉我。 她并未离开,我缓缓抬起头来,看到了窗外还在盯着我的她。 她摘下墨镜,面带微笑地看着我,我不明所以,心里竟然莫名紧张起来。 她给我打了个手势,表示自己要进来,我点头回应,想看看对方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高跟鞋的声音游远极尽,咖啡厅内无一例外,所有人都瞩目起来,似乎都在期待这个美女能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 当美女走到我的位置前停下,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时,我看到许多顾客似乎都投来羡慕,夸赞甚至极度的眼神。 这一幕,让我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骄傲感,是徐先生吗? 对方开口问道,声音轻的温柔,这油雾的外表本应是声人物尽的女王型, 但开口的声音却这般温柔,一时间反差极大,让我不知所措,莫名欣喜。 你是…… 我并不惊讶。 因为发布的租房信息上有告知我的姓氏,叫我灵儿就行,我是在那个软件上看到您在找合租室友,想咨询一下。 哦,那个我发布的信息上什么都说明白了。 我假装镇定道,那现在方便去看房吗? 她开口询问,当然方便。 被跟踪的事情已经被我完全抛开脑后,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位女子还能将我怎么样, 我俩在许多人的瞩目下走出了咖啡厅,路上我有意无意地询问着铃儿的职业, 以及生活习惯,还向她极力介绍了我自身的优点。 内心渴望着和她能够成为室友,很快到了家中,因为时常有房客上门看房, 所以我已经提前将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,铃儿进来以后, 在我的带领下参观了公共区域以及所要出租的房间, 她似乎很是满意,每每我介绍着什么, 她都连连点头,还称赞我生活习惯好,如果能够和我成为室友, 会是个不错的选择,我也是被这几句话夸上了天, 你先坐,我给你倒杯水。 眼看气氛有些尴尬,我连忙说道,铃儿坐在了沙发上,坐姿端庄, 气质优雅,我端来一杯水。 想问问对方的租房一想,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, 以及租金是否能接受,铃儿接过水杯,表示自己很满意。 说完这些,她忽然开口, 刚刚你在咖啡店,就是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跟踪你吧。 听到这里,我忽然一愣,立马意识到自己简直是见了色就腿软, 完全将这件事情给忘了个干净, 毕竟我们这些弱女子出门在外,租房不安全, 所以一直想找个合作房住,也能有个保障, 但是,这是在合租室友正直的前提下, 徐先生不会介意吧。 铃儿大方地说出,跟踪我的缘由。 我笑了笑,表示理解,这个逻辑也没什么不妥, 那你经过几天的观察,觉得我怎么样呢? 徐先生生活作风正派。 作息有规律,我能遇上这么好的房东, 也是很幸运啊。 铃儿婉然一笑大方表态,就这样, 铃儿住进了我的房子, 搬家那天,我也是很热情地为其帮忙, 她的行李都是一些稀疏平常的东西, 唯独有一个大箱子, 沉甸甸地包裹得十分严实, 里面还散发着淡淡的香灰味, 是那种寺庙里烧的那种香的味道。 出于好奇,我就询问, 铃儿你弄这么大一个东西, 装的什么呀? 铃儿一脸神秘,做了个噤声的表情, 很是可爱, 我便闭上了嘴,等待搬家小哥离开后。 他才告诉我, 这箱子里其实是个道家的神像。 道家神像? 我呵呵一笑, 你还信这个? 老祖宗上下几千年传下来的, 宁可信其有, 不可信其无嘛, 我也就是供奉着讨个心安而已, 这个你不介意吧? 没有没有, 这种个人信仰很正常的。 我连忙摆手, 箱子拆开之后, 里面果然是个神像, 只不过与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, 这个神像面目可不清面獠牙的, 起初我们两人住在一起, 并未有什么异常, 我只是注意到灵儿每天白天几乎不怎么出门。 但是到了晚上八九点, 就会离开房间出门, 一直到凌晨两三点, 甚至隔天早晨才会回来, 有时夜半迷迷糊糊中, 我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细微的道经声, 起初我怀疑, 她是不是姓工作者, 我虽然有这样的猜想, 但是内心很不愿意承认, 毕竟灵儿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闺秀, 无论弹图举止, 穿着打扮, 都很有品位讲究, 我想这种人再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, 靠出卖身体获利吧, 日子, 就这样一天天过着, 本来还好好的, 我俩因为作息问题, 几乎没怎么碰过面, 而她的房间也经常锁着, 有单独的钥匙, 直到半年后, 一个震惊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连环杀人案, 出现在新闻上, 新闻中报道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案件, 作案凶手专门挑选年轻貌美的失足女下手, 往往是夜里十二点之后, 将其诱骗到某个地点, 残忍杀害, 事后还剖师取走器官, 凶手心思缜密,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, 这起案子, 时间跨度很久, 警方实在找不到任何线索, 这才无奈之下, 选择将事情公布, 希望广大群众提供有用的线索, 这个新闻播报出来以后, 灵儿的作息逐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, 不在夜里出门, 甚至几乎整天窝在家里不出去, 也因此我俩也有了共处的时间, 这天夜晚。 我上完班回到家中, 看到灵儿在客厅内, 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衣, 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, 白皙的面旁, 即使没有化妆, 也那般动人, 特别是宽大林口那显露出来的锁骨, 以及更加深处的沟壑, 都让人看得欲罢不能, 最近不忙了吗? 我开口询问, 发生这么大的事, 我最近也不敢出门了。 灵儿一脸忧愁, 哎, 也不知道凶手什么时候能够被抓捕归案, 谁知道呢? 我回应道, 你还没吃饭了吧? 刚好我在外面吃饭, 买得多了, 就带回来了, 你要不要尝尝? 我注意到, 这段时间不出门的灵儿, 好像是断了生活来源, 每次都看到她在煮泡面, 于是就给她带了份饭, 谢谢你啊, 徐哥。 灵儿也不嫌弃, 接过饭就放在茶几上大块朵鱼起来, 那样子仿佛好久没吃过昏腥了一般, 对了徐哥, 最近辞职了, 下个月的房租能不能缓一段时间? 没事, 这都是小事。 我点点头,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, 以后我做饭也捎带你的份。 真的吗? 灵儿猛然做起, 两个大大的眼睛, 惊喜地看着我。 接而不知是想到了什么, 有神的大眼, 忽然婆娑起来, 里面似乎有滴溜溜打转的泪珠, 多双筷子的事。 我坦然一笑, 看灵儿的反应举止, 我心情复杂, 一方面开心能和灵儿的关系更进一步, 另一方面却又伤心灵儿果然如我心中猜想, 是个出卖身子获利的女人。 看着灵儿吃完饭回到房间以后, 我坐在沙发上沉思着, 心情很不好。 不一会儿后, 灵儿走出门来, 手里拿着一条浴巾, 穿着睡衣从我面前经过, 透过她的衣物, 我能够看到里面什么都没穿。 我去洗澡了, 徐哥, 灵儿走过我的面前, 回头笑道, 脸色竟然有些害羞的红润, 我不明白, 她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这个, 但也只是点点头, 很快浴室中传来滴里哒啦的水声, 我转过头去, 竟然看到浴室的门, 开着一条缝隙, 从我的位置, 刚好能够瞥见其中一二, 里面雾气腾腾, 身材极致的灵儿, 在雾气中若隐若现, 很快我便看得有了反应, 结合之前她故意的提醒, 以及现在这般几乎明示的做法, 我的脑海中, 已经涌出一百种冲进浴室的方法, 但我还是忍住了。 我猜测, 灵儿可能是故意的, 因为这样做, 她之后的房租也就不用再给, 这点房租我倒不介意, 我只是心里隔应。 灵儿是个性工作者, 也害怕她是否会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病症, 最重要的是, 在我心中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女性, 竟然真的是个性工作者, 这让我很是恼怒, 我故作镇定地在房间中看着电视, 但其实脑海中全是雾气中挥之不去的身形, 并且总是控制不住地向浴室的方向看去, 没一会儿水声停止, 灵儿盘着头发, 裹着浴巾走了出来, 她走动着, 傲人的双风一弹一跳, 似乎要蹦出来一般, 加上那白细的皮肤上点点水渍, 如出水芙蓉一般, 让我看得心神不明, 灵儿并未回到房间, 而是静止走到了我的面前, 羞答答地看着我, 我两人四母相对, 我看着她的那一刻, 浑身上下酥酥麻麻, 仿佛惦击, 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, 我很憎恨, 为什么这样美丽端庄, 几乎满足男人所有幻想的女人, 要去出卖身体而过活, 我有些不自然, 连忙低下头去, 灵儿还站在原地, 没有丝毫动弹, 这不仅仅是明示, 简直就是引诱, 我再度抬起头来, 看到了灵儿水汪汪的眼睛中, 似乎有些忧怨和可怜, 她好像看透了我嫌弃她的心思, 那一刻我脑海中有着一股冲上去, 紧紧抱住她, 安慰她和她解释的冲动, 但这又怎么去解释呢, 这么晚了, 你怎么还不赶紧睡觉去, 我只好如此开口说道, 哦, 灵儿轻轻回应, 带着点委屈的哭腔, 那一刻我心都要化了, 但她越是如此, 就越是能够勾起我心里的憎恨与厌恶, 我胡思乱想, 心神不宁地睡了一夜, 第二天按照往常一样上班, 然后中午回来做饭给她, 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, 灵儿穿着一身薄纱衣服, 我甚至能够透过衣服看到, 她的里面没有穿任何内衣, 吃完饭我就匆匆逃离, 晚上, 回来之后, 客厅内没人, 我回到厨房做饭, 做好后端上餐桌, 敲了敲铃儿的房门, 吃饭了, 好嘞, 里面传来铃儿的声音, 很快铃儿便走了出来, 她上身白衬衫, 下身包臀裙, 腿上是长长的黑丝, 这一身打扮, 看得我血虫大脑, 饭桌上, 我看到了她胸前有一个扣子开着, 仿佛是故意的透过缝隙, 我看到里面依旧什么都没穿, 这一幕看得我都没有心思吃饭, 心里想说些什么, 又不知道怎么说, 其实我知道, 她这般千方百计的诱惑我,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生存, 这让我心生怜悯, 这种对她爱怜, 甚至怜悯, 和对她厌恶, 甚至僧狠的两种心理, 在我的心中互相抗衡着, 吃完饭, 灵儿很勤快地将桌子上的东西, 全部收拾好, 然后到厨房内冲刷起来,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 没一会儿, 本来回到房间的灵儿又走了出来, 此时, 她已经换上一身瑜伽服, 还拿着瑜伽垫子, 徐哥, 我在这儿坐会儿瑜伽, 房间里位置太小, 不会打扰到你吧, 灵儿客气询问, 没事儿, 我点点头, 灵儿将垫子放在我的面前, 做起了大开大合的动作, 我坐在沙发上, 早就没有心思再看下去电视, 时不时地偷瞄着她, 那诱人的双风, 挺拔翘起的臀部, 都看得我心神不宁, 我知道她的里面, 肯定又没有穿什么东西,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来, 对于我来说很是煎熬, 我想逃回房间, 却又不舍得错过这般的风景, 灵儿做得很卖力, 没一会儿的时间, 身上就出汗了, 这简直让她的诱惑力, 又上升一个等级, 因为出汗的哪些部位, 往往都比较隐私, 一会儿后, 灵儿仿佛觉得我不上钩, 也无趣起来, 就站起身来, 走向浴室, 浴室内, 她这次直接敞开着门, 背对于我, 当着我的面, 开始缓缓退去身上的瑜伽服, 我看着白皙的身材一点点的暴露, 心中浴火, 已经再也无法把持, 我闭上眼睛, 深呼着气, 能够感觉到身体在发抖, 很快浴室内雾气蒸腾起来, 灵儿转过身来, 全身上下被我一览无余, 我叹息一声, 内心不断挣扎着, 最终我还是起身, 离开了客厅, 回到了房间之中, 躺在床上, 我依旧心愿一马, 辗转难免, 最后实在无奈, 我只好出了门, 到浴室冲凉水枣, 只是没想到, 冲着凉水枣闭目净神的我, 抬眼间忽然看到洗漱台上, 放着几套内衣, 其中不少情趣类型的, 这既让我上火, 又让我更加难过, 有这些东西, 已经能够坐实, 灵儿就是个从事性工作的人, 接下来的时间里, 这样若有若无的诱惑, 持续了很长时间, 我始终没有动摇, 因为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, 这晚, 我如旧地回到家中, 却发现, 饭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冒着热气的菜品, 葱爆牛肉, 蒜香肉丝, 都是我爱吃的菜品, 地上还放着两箱啤酒, 厨房内, 传来叮叮当当做饭的声音, 灵儿, 我吆喝道, 徐哥回来了, 赶紧坐吧, 尝尝我的手艺, 厨房内转回声音来, 我看着满桌子菜, 和地上放的啤酒, 有些不明所以, 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? 我呵呵笑道, 厨房没有传来回应, 没会儿后, 灵儿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佳肴, 出现在我的面前, 她笑笑, 脸色带着一点哀伤地坐在了我的对面, 我隐隐感觉好像不太对劲, 灵儿拿起啤酒打开, 递给了我, 自己又开了一瓶, 徐哥, 这段时间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 灵儿自顾自地说着, 而后举起啤酒瓶一饮而尽, 我从未见过灵儿如此豪放的一面, 稍微震惊, 只见她放下瓶子, 眼角泛起一丝泪意, 不知是啤酒呛的, 还是有什么伤心事。 怎么了吗? 有啥事跟哥说呗? 我不自然地开口, 没没什么。 灵儿表情很不自然, 说完自顾自幼, 开了一瓶啤酒跟我碰杯, 气氛就这样陷入沉默, 酒过三巡后, 我看灵儿已经喝了不少, 心里莫名不是滋味, 虚哥, 你是个好人, 你真的很好。 灵儿忽然开口, 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, 就跟我开口。 我赶忙到, 能帮上的, 我肯定会帮你的。 没事, 灵儿看到我如此急切的模样, 见记得逞式的嘴角滑出糊涂。 这让我越来越不明白, 虚哥, 明天我就准备离开了, 准备去别的城市。 灵儿醉醺醺的说着, 欠的房租, 我会尽快还上的。 听到他这么说, 我心里一正, 看着面前楚楚动人的灵, 有些不舍, 也有些过去抱住他的冲动, 那都是小钱, 无所谓的, 我心不在焉地说着。 因为我在想, 这会不会是最后的机会, 住得好好的, 怎么就突然离开了? 我不太自然地询问, 带着点挽留的语气, 灵儿的眼睛因为喝醉的缘故, 几乎眯成了一条缝。 右手拿着啤酒, 左手撑着头冲我笑着, 怎么拉徐哥, 舍不得我啊? 我没有回应, 算是默认, 灵儿站起身来走进我的身边, 拦着我的肩膀, 几乎瘫在我的怀里, 他身上皮肤细腻光滑, 散发着淡淡的某些女性独有的特殊香味, 让我心旷神怡, 伴随着这种感觉, 随之而来的是下体的膨胀, 他越凑越紧, 身子紧贴着我, 嘴巴在我耳边, 发出阵阵温热的气息, 令我心跳加速。 徐哥你当真是一个正直的人, 我平时的那些举动, 你肯定看得明白, 我自认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, 但你却每次都让我自愧难当。 她在我耳边滴雨, 我明白, 她说的正是平时那些对我的诱惑, 房间内气氛暧昧, 灵儿搭在我肩膀上的手, 竟然从灵口处摸了进去, 撩拨着我每一寸肌肤, 我感觉到这双手, 炙热发烫, 她的另一只手, 也没闲下来, 抚摸着我的大腿, 由外向内, 步步紧逼着, 直达我的隐秘部位, 久易上头, 我闭上双眼, 享受着灵儿的爱抚, 脑海中已经开始憧憬, 我俩在床上翻滚的画面, 可替想到她的身份和工作, 我心里一阵隔应, 猛地睁开了眼睛站起身来, 煞时间, 醉意全无, 灵儿被吓了一跳, 呆呆地坐在原地, 眼睛充满类似地看着我, 我看到她嘴角微微颤抖着, 我, 我到底那点让你这么抗拒? 我愣在原地,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 灵儿的脸上忽然摆出一副恍然的表情, 你是不是嫌我脏? 觉得我是出卖身体生活的婊子? 没有, 没有, 我赶紧回应, 我也是没想到, 灵儿竟然直接摊牌了, 灵儿站起身来, 投入我的怀抱之中, 那你为什么这么不愿意? 难不成你不行? 这一波接一波的攻势, 让我措手不及, 再加上灵儿这般质疑, 我作为男人的能力, 我脑子一热, 低头向她吻去, 我发现, 灵儿如旧的里面是真空状态, 随便一拉扯, 全身上下便毫无遮掩地展现在我面前, 是那样的美丽动人, 又充满诱惑, 这一刻, 再也没有能够阻挡我发泄欲望的东西, 我抱起灵儿, 就向着卧室走去, 灵儿也如同一条蛇一样, 紧紧缠绕在我的身上, 不停地用熟练的技巧挑逗着我的全身, 今晚, 注定是个难眠之夜, 这一晚我如获新生, 因为灵儿帮我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, 第二天醒来时, 灵儿并没有在床上, 我浑身上下有些酸痛, 但此时已经有些顾不上, 我以为她已经离开了, 心中仿佛丢了什么东西, 空落落的, 我顾不上身体上的不适, 赶忙起身来到客厅, 发现灵儿的房门紧闭着, 我扭动门把手, 里面还是和往常一样上着锁, 我透过门缝闻到一股厚重的香灰味, 细细闻来, 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腥臭, 我有些好奇,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, 好像自从灵儿搬进这个家之后, 这间屋子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, 甚至连见到过里面是什么样的布置都没有, 这个门总是紧锁, 而且只有灵儿有钥匙, 我虽然有备用钥匙, 但我俩之间有协议, 除非紧急情况, 不然我不能私自进入她的房间, 就在我想扒着门缝窥探一眼时, 房子的大门却传来动静, 我赶紧站起身来, 拍了拍身上, 是灵儿回来了, 看到她没有离开, 我心里生出一股子开心的劲儿, 徐哥, 刚醒吗? 灵儿略有玩味的看着我, 很是俏皮, 经过昨夜, 好像灵儿气色好了很多, 整个人变得忽灵很多, 啊, 正准备洗漱呢, 我点点头, 走进了卫生间中, 镜子中的我, 稍显憔悴, 我心底里竟然生出一股, 自己被吸了阳气的感觉, 怎么一夜春宵, 我变得这么憔悴, 它反倒是这么滋润, 想到那句没有根坏的甜, 只有累死的牛, 我不禁感叹, 还果真如此啊, 此后的时间里, 灵儿没有再提起过离开的事情, 每天作息正常, 出门买菜, 回家做饭, 然后晚上就和我持续激情, 我俩过上了夫妻一样的生活, 我的心底逐渐接受了灵儿, 甚至一度认为, 若是余生都这样度过, 也没什么不好, 只是, 灵儿虽然人搬过来, 跟我一起住了, 另一个房间却一直紧锁着, 始终没有打开过, 有时, 在我半夜醒来时, 还会听到隔壁的诵经声, 转头一看, 灵儿并不在床上, 我很好奇, 若是灵儿真的是一个如此虔诚的信徒, 之前又怎么会从事那样的工作, 难不成正是因为那样的工作, 这才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 所以每日诵经,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, 我知道, 灵儿本身并不是一个势力的人, 除了对房事的需求大点以外, 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缺点, 我真想不明白, 这种人真的没有必要去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啊,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, 因为房事频率过高, 我的身体也开始有些支撑不住, 镜子中的我略显憔悴, 这晚洗漱过后, 灵儿又开始在我身上游走挑逗起来, 灵儿, 要不今晚先别弄了呗, 我有点吃不消了, 我询问道, 作为男人, 承认自己不行, 还是有点难以启齿, 但是灵儿一头扎进被窝里, 像是没听到我说的话似的, 自顾自地摆弄我的身体, 等我起了反应, 就熟练地坐上去, 完全不管我受不受得了, 这一夜, 我又被折腾了三次, 耳边不时传来灵儿夸赞的声音, 虽然听到夸赞, 心里挺高兴, 但身体上的负担, 却更加重了, 第二天, 我只好请假在家休息, 一觉睡到中午的时候才醒来, 灵儿早已经不知所踪, 我穿好衣服后发现, 厨房内还给我温着饭, 冰箱上贴着她留下的纸条, 上面写着她出去办点事, 可能会很晚回来, 让我不用担心她, 看到这个, 我心里不是很舒服, 觉得灵儿是不是又重操就业了, 关于这件事, 我其实询问过灵儿, 但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, 她总是在隐藏什么, 加上她从未开过的房门, 所以她始终给我一种朦胧的感觉, 想到这里, 我突然有种感觉, 她可能不是我理解的那种性工作者, 而是另一类圈子中的玩家, 而那些日常对我的诱惑, 或者是其他操作, 可能都来自他人的安排, 想着这些事, 我早已无心吃饭, 心中五味杂陈, 很是愤懑, 或许一切的秘密, 都隐藏在那扇门的背后, 作为房东, 她所租住的那间房子, 我是有一把备用钥匙的, 为的就是防止她的钥匙丢了之类的意外情况, 不过我遵守着我们俩的约定, 始终没有用过备用钥匙, 然而现在, 我按下决心, 一定要进入那个房间中, 看个究竟, 我赶忙放下饭碗, 回到房间里打开抽屉, 将那把备用钥匙拿了出来, 来到灵儿的房门之前, 我有些紧张, 有点做贼的心虚感, 又有些莫名的兴奋, 我打开房门, 走了进去, 房间黑漆漆的, 所有窗户都被遮蔽起来, 而且有着浓重的香灰味, 打开灯,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 这房间内的一切, 完全和我出租出去之前, 两个模样, 房间内的格局很是诡异, 所有墙上, 都被各种黑底色, 沾有类似血液的大红色墙纸覆盖, 头顶上, 一根根红线下面坠着一团团, 被俘虏包裹的东西, 那尊面目可不的神像, 被供奉在床的对面, 上面放着许多我从未见过, 根本叫不上来名字的东西, 好像是法器和一些道具, 几根香还染着, 散发着莫名的香味, 让人感觉到很舒服, 头顶上方, 那一团团坠着的东西, 里面包裹着一些毛发, 看起来像是头发, 我细细观察下来, 拿在手中轻轻闻了一闻, 一股恶臭直冲鼻腔, 让我干呕连连, 我看着房间里的一切, 再怎么也无法将这一切和灵儿联系到一起, 但是越是如此, 却越能勾起我心中的好奇, 灵儿, 到底是在干嘛, 我摆弄着房间里的一切, 心中很是不安, 强忍着恶心, 我继续探索, 很快就在神像下面桌子上的暗阁里, 找到一本类似羊皮卷一样的书籍, 被一捆红绳捆着, 我解开红绳, 将羊皮纸卷缓缓铺开, 这是一本道家典籍, 但上面书写的文字, 勾勒的图像, 都不像是一本正经道经该有的样子, 反而更像是一本邪教典籍, 我看到里面记载着一种成仙秘法, 随着我不断往下看去, 心中的震惊, 一波借着一波, 如奔腾的火山, 一刻也无法平息, 献祭活人, 采阳补音, 祭炼灵魂, 这都是些什么残忍的方法, 我内心无比震惊, 但很快, 我注意到里面采阳补音的章节, 这是女性修炼者独有的方法, 下面写着详细过程, 从挑选人群, 到如何让其成功沦陷, 这里面告诉修炼者, 过程很是繁杂和麻烦, 条件也极其苛刻, 被挑选的人, 必须生活作息良好, 为人正直, 充满阳刚之气, 然而在采集过程开始之前, 还要在发生场地内, 刻画好一定的福禄, 最重要的是, 必须打破此人心中一直坚定的信念, 要先从内部将被采集人彻底击溃, 然后才能由外吸取对方的阳刚之气, 我看着这一切, 心里开始害怕起来, 因为结果愈发明显, 我是灵儿特意挑选的猎物, 为的就是助他修炼成仙, 献祭活人, 祭炼灵魂, 我想到这里, 更加害怕, 前些日子室内发生的一起连环杀人案, 那些无故失踪的娼妓, 灵儿咒服夜出的奇怪举动, 最后, 他这房间内挂着的一团团恶臭的东西, 不正是在祭奠灵魂, 一个大胆的猜想, 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, 这是个疯子, 是个女疯子, 一想到这里, 我赶紧想要回到房间之内, 拿到手机报警, 然而就在此时, 我却发现我全身麻木, 四肢根本不受控制, 我极力想要移动身体, 双腿竟然一软, 整个人重重砸在地上, 躺在地上, 我心中恐惧压抑的情绪, 再也不能抑制, 我拼了命地想要做些什么, 但意识却逐渐模糊起来, 我明白, 导致我躺下的, 肯定是这房间里, 一直燃着的奇怪香味, 它们悄无声息地, 被我吸入鼻腔, 进入我的肺部, 麻痹我的神经, 这才让我感觉到舒适, 但隐藏在舒适之下的, 却是无尽的致命, 再一次醒来时, 已经不知道过去的多长的时间, 恍惚间, 我听到客厅内电子挂吏传来的爆音声, 已经凌晨两点, 我意识到, 灵儿可能快要回来了, 我努力转动脖梗, 靠近我的肩膀, 重重咬了下去, 很快肩膀上就溢出鲜红的血液, 我凭借着这股撕心裂肺的疼痛, 暂时拿回了身体的掌控权, 我努力摆动着身子, 向前爬去, 后面白结的地板上, 被我拖出一条长长的血迹, 出了房门, 我听到楼梯间传来高跟鞋的声音, 我的心里既焦急又恐惧, 我加快力度, 强忍着恍惚的精神, 加速向我的屋子爬去, 平时两步路, 现在在我看来却无比的遥远, 最要命的是, 我还要打开那平时轻易扭动就能打开的房门, 但是现在, 我几乎无法站立, 如何才能在灵儿赶回来之前开门进去, 然后再将其反锁呢, 顾不上那么多, 我爬到房门之前, 竭尽全力地想要起身, 但是地板上的血渍, 却如同黄油一般, 令我三番五次地滑倒, 我感觉到泪水和汗水已经浸湿我的脸颊, 无力与绝望充斥着我的心头, 外面, 脚步声已经停止, 转而变成要是插入房门的声音, 我知道, 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, 最后一次, 若是再次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, 可能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, 很幸运, 最后一次, 我成功了, 我用牙咬着门把手, 利用重力将其摁下, 然后赶紧爬了进去, 小一小一, 拨打110, 并告知详细位置信息, 进门后, 我声嘶力竭地喊着, 收到, 正在为您拨打110, 请稍后, 听到手机的回应, 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压抑, 热泪涌动, 我知道, 自己已经没有再次站立起来, 将房门反锁地利起, 只能背靠着房门, 双脚蹬着柜子, 这是我最后的生机, 根据声音, 我知道, 铃儿已经进入了房间, 地面上长长的血迹, 肯定也已经暴露了一切, 屋外, 并没有传来任何惊讶, 诧异的声音, 反而出奇地安静, 这安静, 让我感觉到更加的恐惧, 不久后我听到, 隔壁房间竟然传来缓缓的送经声, 悬着的心, 终于敢放下片刻, 看来铃儿现在顾不上我, 而是在忙更加重要的事情, 我觉得, 那肯定又是在献祭一条生命, 我极力保持着清醒, 但是送经声还是一度让我迷糊起来, 我隐约间, 看到我的床下, 有着一些痕迹, 根据羊皮卷上的信息和所画的图案, 我知道, 那定时那张诡异的符录图案, 很快, 送经声不知何时已经悄然停止, 而我也已经几近昏迷, 直到门外的脚步声, 让我再度清醒过来, 我用尽全力想要抵挡住灵儿进来, 然而这些全都是徒劳, 灵儿她还是进来了, 并且十分轻松, 如今灵儿一切的怪异举止都得到了解答, 然而我却并未因为发现她的秘密感到任何的开心, 剩下的唯有恐惧, 只能期盼警察能够早些到来, 灵儿还是进来了, 她打开了房间中的灯, 可惜了, 灵儿面无表情地盯着我, 她将手伸向我, 闭上眼睛, 贪婪地抚摸着我的身体, 鲜血被涂抹在我的身上, 而我如同带宰的羔羊, 这么好的身体, 真是可惜了, 灵儿说完, 睁开眼睛, 双手逐渐由下面向我的脖梗处伸去, 我知道, 我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, 可我本能的求生欲望, 让我想要拖延时间, 等等, 我有个问题, 你不是娼妓, 那些新闻报道上的女孩, 是是不是都是你杀的? 对, 冷冷的声音传来, 手上的力度却逐渐加大, 强烈的窒息感传来, 我的眼前开始变得雪白起来, 再次醒来的时候, 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, 旁边有两个警察在我左右, 醒了, 一个警察面色凝重地看着我说道, 我微微点头, 没有想到, 自己竟然还活着, 怎么样, 有力气说话吗? 我再度点头, 另一个警察看到这一幕, 开始翻开笔记, 准备记录, 我开始讲述起遇上灵儿之后的事情, 警察们听着我的叙述都很惊讶, 听到后面眼角开始流露出一丝佩服的神情, 灵儿, 不, 罪犯她怎么样了? 我想知道, 灵儿到底最后怎么样了? 警察神情凝重, 貌似有些难以启齿, 她死了。 在我们到达现场后, 她忽然倒地不起, 而后躺在地上放声大笑起来, 最后在我们的围观之下, 身体突然抽搐起来, 口吐白沫, 身体以很快的速度发白, 变得毫无血色。 我们虽然极力抢救, 但还是未能将其抢救回来。 什么? 我有些惊讶。 她这说话的警察脸上满是不可思议, 经法医鉴定, 她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病症, 死因不明。 我听到这一切, 心中起初有些释怀, 觉得果然是恶人有恶报。 好好休息, 我们就先不打扰了, 等你的身体恢复得好一点, 我们再做详细询问。 两名警察离开了, 望着他们的背影, 我慢慢闭上眼睛, 想要休息, 可下一秒, 我忽然睁开眼睛, 因为我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。 灵儿没死, 她可能真的成仙了。 可怕的关系就会说,